这期来一首期叫排查网络故障 过来之前了解过 他们这边装了50个这种AP 目前每天都有人返回WiFi不行 但是他们面对这些设备也无从下手 所以只能喊我过来排查排查了 不用我刚喝完 我刚喝完 你先放这边吧一会再喝 我们先去看故障的地方 哪个区域人家说连不了 就三楼大理堂还有财务室 还有是办公室 但是他说连上了一会 过的时间又断了 一会好一会坏 这啥问题 我看一下吧 这里他优先带我去四楼 因为四楼还卡的情况是最多的 所以来到四楼 我打算先了解一下他们之前的AP部署 那些AP中在哪里 这外面都是 这外面 怎么看的有点 好看的 这里装有一个亮的灯 这里我放近点给大家我看一下 这AP一直难得闪烁 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正不正常 所以只能去他们办公室 看看什么情况了 这里面是没有安装的吧 所以他这里面 然后这里 这里安装一个 所以你这灯闪烁的好像不对 这有时候能连的有时候不能连 可能是连到外面去了 新的相机录制画面太差了 这边我就换个画面 之前我看到走廊的AP都是蓝灯闪烁 但是这房间内却是蓝绿交替闪烁 我也不清楚 这到底正不正常 所以只能让他们带我去机房看下了 看一下 写的录器 这个就是你们的AC了 这个 下面这个 对 这上面这个AC 这里我找到了他们AC控制器 于是用坑手线接上去 看见目前有多少个AP是离线的 我们打开CRT 连接上AC控制器 然后输入AC的账号 以及登录密码 接着就输入 D4W1APO 查看所有AP的运行情况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总共有50个AP 在线的有47个 那这样说来 大多数AP都是运行正常的 一般机房众部局 网络几乎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所以还是拿来喊卡 去拿来排查 我进到办公室 连上WiFi 看了下数率 也满了 这正常 我现在就在WiFi底下 手机连接数率是满的 那么说明这个AP是正常的 那不可能存在卡通的情况 正当我买是不得7节的时候 一个NBC不仅一句话 就给了我答案 哪里外网没有 他有时候接得上 有时候接不上 这两个呢 他有时候接得上 有时候接不上 现在开机室呀 现在连在上面 但是现在很差 我看一下吧 我看他数率多少 你这个网卡数率就有点低 你们手机应该可以连得上 主要是网卡 连不上吧 主要都是电脑的问题 手机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我看一下你的网卡 这个鼠标还是网卡 这个应该是网卡吧 你把他拿出来看一下 我把他拿出来 断了吗 没断了 断了断了 你们用的这种 肯定会卡 你这个数率只有57兆 而且还有波动 一般到七八十的 我还掉到二十 到了这里情况就很明朗了 原来他们用的是无线网卡上网 这种网卡 赚在WiFi面前 但自身的波动也非常的大 所以他们网络卡盾 还是无线网卡自身的原因 后面也去看了几个喊卡的地方 无一例外 都是网卡接收数率不行 哇 你这数率太低了 连一兆都不够 这种卡哦 我看他打开网页试下 能不能打开是个问题咯 啊 能打开 信号插成这样 他跳他有波动 其中过上并无能排查 但是很多人都会被他满个信号所欺骗 后面我让他们能拉网线的尽量拉网线 拉不了网线的换一个好准的网卡 基本也能解决问题 好了 本期排他就到这里了 很多人问我WiFi7怎么样 正好就有粉丝购买了WiFi7 因为他有个房间没有预留网线的缘故 只能拿路去做无线match主网 但是无线match主网的效果实在太差了 他平常刷个视频 或者放个直播 都会卡那么一下 他听说WiFi7的速度会更快 所以就买来试一下 看看他表现到底如何 为了对比效果 我首先来到这房间测下网数 看下目前网数能跑到到兆 就知道 对 但是很低 目前的房间没有能测中八九十兆 按理说也足够看直播了 但粉丝却和我说 现在是开门测的 要是一关门的话 网数就掉得很厉害了 房间测试完后 我就去客厅 看一下客厅当前网数 去导照 让我比较惊讶的是 客厅只能跑出四百来兆 我第二次测速也差不多 仍就是四百兆左右 要知道 虽然是我贴的路由 测试测试的 我看了一下路由 路由确实是千兆的 按理说不应该跑不到千兆啊 我马上看了下手机的数率 结果发现只有八百六十六兆 这也难怪跑不到千兆 我看了下他的频宽 原来这路由 只能支持八十兆的频宽 我们可以用SERU 查看自家WiFi的频宽 如果是一百六十兆 那么就可以跑完千兆 如果是八十兆的频宽 那么就是五百兆 我们现在换WiFi 其实是 看看他表现如何 在P4的过程中 我其实一直担心 这个冰箱 因为冰箱这档线道 是非常的厉害的 加上旁边 还有这么厚的一堵墙 厚墙加冰箱 路由器还要放在这柜子里面 我就比较担心 他没办法穿到这么多障碍 当然 也可能是我故意担心了 毕竟这可是WiFi7 没准他就可以了 调试好后 我就用手机 连上了这个WiFi 然后看了下数率 我手机显示的数率是 2401兆 这是我手机最高的数率了 而不是WiFi7的最终数率 我也看了下频宽 它显示是160兆的 并没有求见320兆的频宽 当然也可能是我手机 不知识的原因 我现在测一下网络 看下能不能跑到千兆 嗯对 945算是跑满了 这是龚毛的极限 果然换上了WiFi7 除了甩减的部分 它很轻松的就跑满了宽带 接下来我就要试下 它隔箱会刷新多少了 把这个放进去 对正常放进去 然后隔的这冰箱 关关的门 关的门 我看 隔的冰箱 看到它会掉到多少 再刷新两下 不是吧 直接就掉到2.4G了 对 它双平和一 虽然说只掉了一格 但是这边 掉完了 让我想不到是 一进房间 5G就直接断开了 只能连2.4G的 而且2.4G也不太乐观 只有几十兆的速率 那这样的话就没啥意义了 我这边也测了在网络 情况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也就只能跑个几十兆 看来WiFi7隔墙 还是不太行 你这个差不多 那就是说它只能在客厅 然后在客厅的话就可以了 号称的话就是穿墙 但是 等会 绕开那冰箱 我看到它会怎么样 现在出来了 现在出来了 应该好很多了 看一出来就直接满了 970 这边应该很好 这边不隔的冰箱应该很好 不隔的冰箱试一下 好 这个房间虽然隔墙 但它不隔的冰箱 这里我们能测出400多兆 看来冰箱隔学信号还是非常的厉害 为此我就做了个决定 把6C放在冰箱上 然后再去房间面测一下 不隔冰箱的网速能跑到网站 现在去房间面测一下 可以看得出来 跳过了冰箱能跑到600多兆 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了 就连第二次测速也是稳定了600多兆 接下来 我就要给录音器增加难度了 我让粉丝把这个门给关了 看他这样会说紧到刀罩 没想到这回一关门反而更狠了 直接飙到了800多兆 看来就冰箱的缘故了 但粉丝不怎么愿意把录音器放在冰箱上 因为放在冰箱上还要拿一个插牌误出 而且他另一个房间也是有电脑的 房间的电脑要插这个录音器上的 但是这线又不够长 你要把录音器牵到冰箱上 这就避免不了阶线和打孔了 所以粉丝就问我他有没有其他方法 当时我看到这里只有两条线 如果一条是通常房间的话 那另一条多半是通常客厅的了 正好客厅后面就是那个房间 有一次我就拿悬疑来验证一下 这条线果然是通常客厅的 那就好办了 当时我就从房间里面把录音器拿出来 打断把它放在客厅 这样的话就可以绕过冰箱了 当时我就觉得 合这么一堵墙应该问题不大 正当我觉得这个方案可行的时候 但是我永远低估了这堵墙的威力 进房间的时候 我手机前脚还连接了5G 后脚就直接断开连到2.4G了 还有这2.4G 你看起来它是满格了 但是实际速率只有几十兆 那就和时间差不多 该卡的时候还是会卡 所以当时我就做了另一个决定 把这个外盖器放在客厅 看到它穿墙效果又如何 我这边就给大家看一下实际的情况吧 现在试一下吧 已经弄好了 看到再进去试一下 关这门 进来把门关 关这门我试一下 把门关 关这门 怎么又2.4了 那5G 我是吧 还是不行 把它关了呢 把那个2.4的关了 2.4关了 没用 关这2.4都才50多 没想到这回比我想象中了 还要糟糕很多 我以为隔一堵墙 它5G还能剩个三四百兆 没想到是一进去 5G就直接连不上了 可以看得出来 它家客厅到房间这堵墙 质量还是非常非常好 厚度起码有四五十公分 所以目前的解决方法就是 要么拉线进房间 要么把路线放在冰箱上 让进到写色进去 其实我后面还留意到了 我手机并不支持WiFi7 只能支持到WiFi6 但是我后面也找了一个 支持WiFi7的手机 虽说WiFi7的速度 比WiFi6快了很多 但是实际隔墙效果 给我的感觉就是 比WiFi6差了很多 所以后面这些测试 我就算剪掉了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